都说女人爱吃醋 现在看来这个大爷吃起醋了也很吓人 我前几天送程叔一个收音机 然后程叔打电话告诉我说是他们现在 三个大爷在这吵的不可开交 我赶快过去看看是什么情况 哎呀妈呀 这仨老头在干嘛呀这是 小薛你来正好你看他俩抢我收音机 哎哎哎别抢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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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哎小薛啊 你怎么送他不送我呀 小薛咱们感情淡了 我这不想着程叔他天天看手机眼睛都看累了 所以我给他弄个收音机嘛 哎呀我这眼睛也好疼啊 你不知道啊 自从你给他收音机 这家给他显摇的到哪都拿着 走道路转转的 我不管你必须得给个说法 你看看这两个人还抢我收音机 这潮原收音机开机就可以连接喜马拉雅 收听各类海量节目 音质也不错 差299块钱一个 你们退休金足足的还差这钱吗 我媳妇一个月就给我1000块钱零花钱 再送你们两个艺人一个 我这个月就喝西北风了 小薛 我们自己买能跟你送的一样吗 我们不是差钱 而是你差事 我 行我买 哎这就对了 你看这俩人 小薛正月伙食费都没了 哈哈哈哈 世俗总要 男人无拘无为 做人做事 总是从中面对 这就要客气给他们了 看着呢 看着呢 那我看着吧 不给看 哈哈哈哈哈哈 好好看 去看着呢 别人在网络游戏 我写杯子ABC